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大盘最终是下跌了0.3% 收盘收在6649点 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也同样出现了1%以上的下跌 上阵指数跌幅为1.2% 深圳方面则下跌1.58% 在欧洲方面 英法德平均跌幅约为0.3%至0.7%左右 但是美国指数在昨天依然是出现了轻微上涨 道琼斯指数目前还是在27000点以上 最新报价大约是在27222点 标普500同样也是和道琼斯一样上涨大约是0.2%左右 那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随着美元降息预期的不断加强 黄金价格目前爬上至1440美元大关 油价则进一步下跌至大约是57美元附近 比特币价格对比两天之前反弹1000美元 目前最新报价是10500美元一枚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由于过去两个月 澳洲联储是连续两次降息 使得目前澳洲的房地产似乎出现了春天的迹象 那么房地产如果是开始反弹 对于我们来说 有哪一些股票可以选择 能够适应这个房地产的反弹呢 大家知道 随着6月和7月澳洲央行两次的降息 目前澳元利率已经降低至历史最低水平的1% 而且随着降息 使得澳洲特别是墨尔本和悉尼地区的房地产拍卖率 在过去几周有了很大的改善 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这个地产是不是要重新起色 首先我们本身不是地产行业的专家 因此我们说了这话 估计也是没用 但虽然说没用 我们还是可以说一下 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 我有两点想说一下 第一 就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 绝大部分我们说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里面 只要它央行降了息 那么就意味着它的货币政策开始宽松 而包括美国在内 只要货币政策开始宽松 直接的帮助就是股市和楼市 所以说这个要是我们在11年前 2008年中国释放4万亿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一旦宣布4万亿计划 其实咱们都应该在北上广去买几套房 贷款买房也行啊 高利贷都行 因为那个时候4万亿计划就意味着 有大量的资金会流通到市场上去 那么在中国A股一直以来并不是首选目标 谁是首选目标呢 那就是房地产 好 我们再回到澳洲方面 澳洲降了两次息 对房地产是有帮助 但是真正帮助大的还是美国那边 所以现在如果美国真的能够在7月30日的会议上 宣布第一次降息 那就意味着全球的金融市场将会由美元领导 重新进入叫做放水的时代 那么一旦全世界都进入放水 这个时候对于澳洲的房价帮助是非常大的 能够提早帮助澳洲房地产恢复反弹 但是第二点我也要说的是 虽然这几周拍卖率事实上涨了不少 但是这是建立在目前拍卖总数下降的基础之上 换句话说 现在墨尔本和悉尼虽然我们看到的拍卖率高达70%以上 但是现在每周拍卖的房子的总数 对比两年之前是下降了一半 我们只要稍微有一些数学常识就知道 现在分母比之前少了一半 那么这个数值自然就会提高 所以说如果真的像两年之前一样 可能数量是一倍以上的话 我想拍卖率不会像现在这么好看 但是不管怎么说 澳洲的房地产市场目前正在有恢复的起色 那么大家要问如果地产恢复之后 有什么股票是能够直接获利的呢 我们知道和地产相关的股票有很多 从房地产的开发商到材料的供应商 到商场写字楼工业地产仓库等等等等 都和房地产市场有关 但是地产拍卖率上涨 最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受益最快的 我认为是房地产的买卖网站 也就是说卖房网或者说是挂牌的网站 那么在澳洲 Domain和IEA也就是Real Estate 就是两大卖房的网站 随着拍卖率的上涨 会有越来越多的房东 愿意把房子挂到网上去 那么这将会给这些网站 带来最直接的受益 远比那些重新买地再建房 再建商场或者仓库 动辄就是一两年时间 甚至于两三年时间才建回报 要快得多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以后拍卖率越来越高 甚至于如果在本月30号 这个美元正式降息 那么地产网站的股票 绝对是我们首选的目标之一 那么第二方面呢 我们也知道呢 墨尔本的很多朋友们都知道 之前呢 墨尔本西面要建设一个大学成项目 这也是2016年宣布的 维州政府将和另一个私营企业 共同投资高达310亿的澳元的一个项目 但是在本周初呢 维州政府突然宣布 这个项目不再进行了 不再继续了 这也使得呢 这个很多 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呢 都纷纷打电话来疑问 今天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这其中的原因 首先我们知道呢 墨尔本西面的大学成项目 其实它是全名是叫做西部综合开发项目 它并不是叫做大学成项目 为什么叫大学成项目呢 是由于和政府所合作的那个公司 它的英文呢 是叫做Asternal Education City 中文直接翻译过来 就叫做澳大利亚教育城市集团 所以说呢 咱们华人很多的媒体 直接把它翻译成了大学成 它只是一个公司 它并不是这个项目本身 当然这个项目呢 本身是要吸引资金 在这个西部地区呢 建设大量的大学的分布 包括吸引到其他的世界500强等等来进驻 但为什么过了三年之后 现在项目最终放弃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到现在为止 土地还没有落实 虽然说政府之前呢 宣布规划出一大片土地 但到目前为止 其合作方 澳大利亚教育城市集团 还是没有最终拿到这些大量土地的所有权 那么其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 其主要原因在我们看来 很有可能是因为 澳大利亚教育城市集团 它本身 它背后可能是 这个有很多呢 是海外资金 所以在目前澳大利亚政府 这个国际关系来考虑的话呢 海外资金使得它成为了 这个项目是否可以继续 是否能够拿土地一个关键的担忧 但是不管怎么说 即使是大学成项目搁浅了 但是呢 墨尔本的西部地区 依然将会是 未来十年二十年发展的重心 我们知道在二十年前啊 北京那个时候东三环 可能是房价比西三环要贵很多 但是呢 十年二十年过去之后 现在北京的房价呢 是以环来论的 你是二环内的价 三环的价 四环的价 或者是五环的价 也就是说 不论你是东西南北 只要距离是中心 这个距离是相近的 那么房价本身差别不会很大 那墨尔本西区也是这个道理 现在和东区的价格相差一倍 甚至于两倍之多 这个价格最终会缓慢跟上 虽然我们说 它不可能永远一直会超过 但至少它们中间的差距 会不断缩小 由于人口的迁移 以及西部发展的 这个之前的基础 很比较薄弱 所以就像我们说的 之前是零 那随便一做 那就是翻几倍 如果你之前的基础是一百 你现在即使做了五十 增长也只有一半 所以说 墨尔本的西部地区的朋友们呢 千万不要灰心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我认为是墨尔本的西部发展速度 会远远超过东部 那么我们在下个星期天 也会在墨尔本西区 Point Cook的凤凰酒店 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次 股票投资讲座 以及我们所大家华人喜爱的 民宿投资的内容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时间就是在下个星期天 上午的11点30分到1点钟 地址就是在Point Cook的凤凰酒店 以上就是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欢迎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